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其实在医学上不是太大的好处或者不好处 这是个人的习惯 纯粹用感觉的角度来看 其实在夏天冲动水流当然会觉得很舒服 但其实有几方面可能要注意一下 譬如有些病人如果他的心臟本身已经有问题 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 当你很热的时候突然冲动水流 身体的反应通常心跳会增快 对心脏负荷的时会增加 而且血管通常接触到冻水之后 通常会收缩 血压可能会上升 心跳又加快 如果本身有些心脏磨病 或者有些心脏衰竭的病人来说 就要小心一点 特别是他本身不是冲开冻水流的人 有些人习惯了这个反应可能会比较少一点 但如果偶然没有的很少可 突然想起想做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如果本身有心脏磨病的病人 但一般病人 我想一般没有病人 一般人觉得冲动水流舒服一点 其实医生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对 其实医学文献上都有问这个问题 比如说冲动水流 或者是否对身体有帮助呢 理论上是有的 其实当冲动水流有时影响到 比如心跳、蜜薄会增快 血压会升高 其实身体的机能 就会将脂肪的 所谓的brown tissue 就会有这个改变 理论上是好的 对身体来说 但你要明白冲动水流的过程 我想最久你冲一次冲动水流 就是说15-20分钟 最长了 对于一个全日来说 影响有多大呢 其实就有少少怀疑 所以你问我自己的意见 就觉得未必真的有这么大帮助 可能感觉上会良好多些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 应该是一个好的习惯 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反对 我想负面又未必很大 不过就是高血压 刚才之前提过 就是会不会影响到 血压突然升高 或者人会有什么不舒服 比如冲动水流 发觉冲动水流 发觉冲动水流很不舒服 可能需要避免 但如果冲动水流 发觉有很多感觉良好 那医生也不会太大反对 但要小心一件事 就是有些病人 有另一类的毛病 叫做迷走神经性云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些病人觉得 例如见血 接着打针 抽血会暈倒 那些病人来说 就会因为心脏手压之后 会出现一个反射作用 引致血压和蜜薄突然间会变低 最初是先升高 然后突然间就会变低 有些人甚至会暈倒 这些人士可能要小心一点 冲动水流是会有发起 这个迷走神经性的云穴 如果一冲就暈倒了 那就有危险性了 所以如果有这些毛病的病人 就可能真的要三思 和要小心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有些更加罕见的病 即是更加罕见的一种 遗传的心律毛病 所谓叫长QT综合症 那些病人来说 碰水或者跳水 他们会突然间引发 心律问题会暈倒了 那些是很罕见的病 所以问起关于冻水 这可能有少少关系 但最大问题 都是迷走性云穴的病人 如果真的冲冻水 就暈倒了 我劝他们不要再试这件事 其实中医和西医有个看法都挺类似的 就是有些是中庸之道比较好 即是太极端的东西 对心臟来说都是有负担 譬如说浸温泉 大家有些人都很想去旅行 现在去日本浸温泉 一般来说 建议浸温泉 都不会建议你浸很长时间 特别有些很热的温泉 可能大家都要 如果不是很习惯 都没有一次过特意去试 因为很热的时候 有另一个状况 就是血管会抗脏 血管抗脏有时候 引致血压会低 所以有些人突然觉得 浸得久起床 就觉得很头暈 原因就是 血管抗脏得太厉害了 突然会头暈 血压太低 对心臟和对脑部 当然也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长期做开的人 可能习惯了 这个反应也会比较小一点 可能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你会见很多时候 在这些温泉的地方 也会有些显示 例如你患有高血压 或者心脏毛病 都不建议你去 例如孕婦 都不建议你去浸 温泉 原因就是这一件事 所以都是小心一点 平时洗澡都是暖水 我们觉得是比较安全一点 和没有那么大刺激 但是特殊的天气 例如冬天去浸 温泉就很舒服 但注意都是时间方面 不能浸太长 我想也是一个个人的习惯而定 其实你问我 医学上是否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人有很多理论 比如说血液循环好些 又说对皮肤好些 但是很强烈的证据 这个对身体有大帮助 始终都不要大型研究去支持 我只是这么说 如果身体本身有基础毛病 病人要小心一点 但一般人来说 应付这些忽懒忽疑的状况 其实都不是一个太大问题 我知道比如北欧的地方 他们都很崇尚这件事 就是一个steam bath 然后就冲到河里 很冷水又浸一浸 在习惯上来说 会令你舒服一点 没有什么特别 令你头暈那些事情 可以照做的这件事